慈禧志工徒金山八號病逝 無常來的使人措捨不及 告別式一千多位志工 及各界人士 一起送別這位慈禧大家長 金山師兄應該是 在大陸培訓的地域 所以有很多次的因言 我們跟金山師兄 有一同到外地去 勘災 震災 從那個應該2003年以後 接受就是從安徽的鎮災 開始民族人結這個三年 然後後續也有幾次到甘肅 2001年患患鼻咽癌的土金山 群遇後走入慈濟行善 大陸各地都有他的足跡 與眾多志工南奔北走 承擔許多災難援助 我覺得他做事情 總是得那麼的 就是能夠有判斷力 然後就是他能夠很堅定的 就帶領我們走一條路 所以這是我最敬佩的他的地方 最深的就是他的包容 他的格局 他的胸襟 尤其是對一些有爭議的或者是 或者說感覺有是非的地方 他總是能夠輕輕地一波 以他的那種格局跟包容度 就能夠輕鬆地化解 土金山為仁清河積極付出 是許多年輕志工的學習典範 話不捨為祝福 祈願師兄成願再來 帶新聞周深美志工 徐美娟 戴新民 李洪波 廣東報導 今晚 李津寶寶寶寶寶寶